我们请教一下苏恒老师 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今年的下半年 要小心被别人算计 这个对道的应该会毛骨悚然 但是苏恒老师在这边 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是2023年下半年 所以只有下半年 所以如果你对道的话 这个时效大概也只有六个月 所以不要太害怕好不好 六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也就是说呢 在这短短的一百八十几天里面 你只要开开心心地 过自己的生活 然后安安心心安分守己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安心的过 这个2023的下半年好不好 那既然我们是看下半年的话 我们就要看我们的流年的迁移宫 流年的迁移宫呢 会是在有宫 有宫的位置像亚唐的话 就是你原来的福德宫 做太阳天良的那个地方 对亚唐的位置在那里 那如果是小call的话 你就是在原来的迁移宫 也就是做文曲那颗星的地方 所以观众朋友的话 就是一样要找你的友宫 那就是你流年迁移宫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 假如观众朋友对到的话 也不要太担心 因为书恩老师会告诉你 该怎么化解喔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做到的是紫威灿郎的话 那在这边呢 第一个我们会说啊 紫威是一颗皇帝 而灿郎是一颗会让皇帝 变得很爱玩的星星 所以呢这个很爱玩的星星 就会告诉这个皇帝说 我们来去吃团好吗 我们来去做什么好吗 我们来去拨鸟好吗 我们来去做一些什么 就让你出其不意的事情 希望呢可以赌一条 然后呢迎来一条大的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做到了流年的迁移宫的话 要比较注意的是 事业上的投资 还有名誉上面的 我们不能讲名誉上面的损害 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因为在这个整个2023年 贪狼是属于化剂的 那么贪狼化剂 它主叫争议 也叫做争夺 那不管是争议或是争夺 我们都不喜欢 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在贪狼化剂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比较容易 我好想赚钱 可是我想赚钱的方式呢 并不是太好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可能花了很多钱去买乐投 或是我可能呢 听了某些人讲的话 我去买一个股市的某个牌 名牌 但其实我对它一点都不了解 我对它一点都不认识 我是抱着赌一把的心情去做的 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引起 就是你本来可能就 现金池就不是很高 但结果呢 就自己越挖越深 就容易有了金钱上的借贷 那么在这边的话 不管是你去跟别人借 或是别人跟你借 你都容易遇到 有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在今年年底 到今年年底以前 书文老师会建议 如果你有做到 这个紫微贪狼的人 第一个呢 在事业上面 避免太多条线的合作 太多条线 就是这个要ABCDE 每个人都跟你谈合作 你一定要谨慎小心的思考 不能每一个都觉得 不错呢 我做看看 不错呢 我投资看看 千万不要 因为其实心瘫了 我们说不回来 欲望不要太大 就是真的 因为贪狼化季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太多 太大欲望 尤其如果有别人 要跟你借钱的话 千千万万 自己要先装穷 我说我小孩子要注册了 然后这个要 快要过年的 我要准备钱 给老婆过年什么的 千万不要太大方的 就借出去 因为很有可能 就不容易拿得回来 对 要保护自己的荷包 好来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 如果你做到是天童的话 要注意自己 内在情感的问题 这个天童的话呢 其实它是 这个童我们也可以说 是儿童的童 所以天童的 我们坐在千仪宫的人 他可能会比较单纯 可能比较容易相信别人 然后甚至别人说的话呢 他可能还没有思考 就觉得他也对我不错 他应该不会骗我吧 小哥应该 非常地有这种感受 那在今年呢 一样 你就会遇到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应该不会骗我吧 或是我男朋友 他应该不会在外面 怎么样吧 他平常对我那么好 可是往往就在下半年的时候 被你闻到的蛛丝马迹 因为女人都是天生的 FBI和福尔摩斯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 有一些事情呢 超过了你的想象 那么在这边呢 苏文老师就要跟你说 有的时候呢 你就要注意一下 情感上面的无奈 有时候 其实我们必须要说 对的人就会留下来 错的人就要勇敢说拜拜 对不对 所以如果在下半年间呢 你觉得情感上面 有让你很挣扎的事情好痛苦等等 那么我先说 一定要好好先保护你自己的心 那么呢 该断的时候就要懂得断舍离 毕竟有舍才有得 再来我们看第一名的 第一名是最刷的 第一名的呢 叫做斐莲 斐莲这颗星呢 小星星 它是一颗丙级星 可是它只要在 什么星 丙级星 丙级星 通常我们看到 甲级就是大颗 14颗嘛 那可是这种星星 它在流年或流月 遇到的时候 是非常讨厌的 这个就是一个小虫子的感觉 那这个小虫子呢 就在你的身上 这样爬呀爬 钻呀钻 你就是很想打它 这样子的感受 那么这种斐莲星呢 它代表是 它是阴暗星 而且它直接就叫做 小人星 它待在你的 迁移宫的时候 它代表叫做 口舌是非 也就是有的时候呢 你往往表达 不是这样的意思 譬如说 亚昌我们一起去吃饭 然后亚昌就说 没有耶 其实我没有很饿 然后他就说 我跟你讲 郭亚昌不要跟你吃饭 哇 突然间你就觉得 哪有 我没有这样啊 可是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然后他就 那个人可能就觉得 郭亚昌不跟我吃饭 为什么 他讨厌我吗 等等等等 这种口舌是非就 传起来了 你就当事人 都会觉得很无奈 就没有啊 我就现在 没夭 不行吗 对 可是你要知道 口舌是非 有的时候根本不是 你可以想象 他就是莫名其妙 那么有时候 就会这种意外的损失 或者这种意外的口舌 都会让你觉得很烦恼 所以呢 如果你的迁移公刚 还有做到匪延 这颗心的时候呢 书文老师就会跟大家 特别特别的交代哦 在今年2023年的下半年度 真的有的时候 安静 反而是一个保护 自己最好的方法 尤其是人多的地方 公共场合 千万不要啊 就是把自己的意见 讲得非常的高调 或者是呢 私底下跟别人 讨论别人的是非 尤其是在洗手间 化妆间 楼梯间 都不要聊别人的八卦 隔墙有耳 没错 所以呢 希望大家在这个 今年的下半年呢 都能够平安地度过 所以每次讲到小CALL 都会跟他拼命三郎 画上等号 就像我们讲摩羯座 为家人付出 说你出道之后 曾经被朋友骗光前 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潮 对 我就是这个演艺圈 就是有一支 当时有一个 我觉得对我很好的经纪 因为他把我带入行 所以让我有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所有就是 我应该学习的东西 都是当时的经纪人 教导我的 所以当时我其实对他是 非常非常的放心 因为他就像我的家人 也像是我的情人 然后也像是我的好友 闺蜜什么 他就是我的唯一的感觉 对 因为我后来离开 就是爸爸后来过世 十九岁过世之后 其实我就没有在住在家里 对 因为家里可能 环境比较不适合 我有时候早出晚归 他们会影响他们 所以我其实自己搬出来住 那二十八岁之后 我买了房 之后我过了两三年 我买大房 那因为我买大房的过程中 其实要跟银行贷款 那银行贷款这件事情 大家都说信用很重要 但是因为我们不懂 你知道吗 就是工作那个时候 当时很多 所以我们在忙碌的时候 可能有信用卡单来 那我们就是有时候会忘记搅 然后有一次我就是 收到我的信用卡单 然后我想说看了日期 在三天后就是下一期就要来 那我不如下一期再一起搅 而且那个账单才一两千块 我想说才一两千块 到时候再一起搅 然后我就隔了下个月再搅 那因为我这个行为 所以我在买第二间房子的时候 我就带不了原本的八成 因为就上连生纪录了 上连生纪录 他只带一个给我五成 对 然后落差三成 那这个钱怎么办 然后就是我当时的经纪人 就跳出来说我借你 然后我就好感人喔 第一次有人就是这么大发 随便变一百多万耶 对 是一百多万耶 因为我跟我妈妈 问我妈妈家里的有没有 他们没有办法嘛 那我经纪人愿意借我 我就说好 但是要签借单 就是借据 对 然后我就说好 那因为我很信任他 密密麻麻的字 我什么都没有读 我就签了 好 这就是一个不幸的开始 因为我完全没有读 里面的项目 然后就是这样子 每天就是一开始要还钱 每个月都要还几万块 这样子 我还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我就问他说我还欠你多少 本金一毛都没还到 然后我就怎么会这样 漂亮 我想说怎么会 我想说我还了三年 也就是也很多钱 就是五六十七四 反正就是每个月两三万 一两万这样子 一直给 但是我本金没有还到 我才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 我才把借据拿出来仔细看 原来这个借据是说 我必须帮他偿还 他拿他爸爸的房子 去二代的钱 对 就是我还那个 还有我自己的本金 对 所以 所以我还不完 然后我就想说 而且我那时候工作运 也非常非常的 就是跌到谷底 然后有一搭没一搭 然后加上我那时候 除了房贷之外 我还有车贷 对 然后我每天都陷入了困境 那即使就是 我的工作的钱下来之后 也不是往我的口袋 都是要给当时的经纪人 所以我拿到手上的时候 我的钱其实就是 没有办法缴房贷 你知道吗 我快疯掉了 然后我就开始陷入 就是人生的低潮 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到底要去做什么工作 其实而且这个工作 一定要可以付得起这些费用 那我就跟我当时的经纪人说 你可不可以至少 给我房贷的钱 就是我自己房贷的钱 就是让我可以支付 包括我的房子要被拍卖 他说你就被拍卖 对 你就被拍卖 太过分了吧 对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我房子要被拍卖 你讲成这样 然后因为我 其实我知道 我的财务出现状况 然后我的状况也不是很好 也没有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在 已经在卖那间房了 但是因为其实山区的房子 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卖 再来就是 当时的那个房子的那个 就是房市真的很不好 所以很多人开了那个价钱 我自己就是还要再倒贴 两三百万 我就觉得我这样子 我即使那些钱拿去还银行 我还有还 再把那个费用还给他 我就是都还不完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然后后来其实我觉得 很幸运的一件事 我虽然在那个低潮大概度过 一年两年的时间 我每天喝酒 酗酒 我知道我在慢性自上 还有酒 我买便宜的 我都不吃饭 我没有什么钱了 我如果有两百多块 我就是 我记得那一瓶是两百四十九 然后我就是去买那一瓶 就是我常常喝了 两百多块的红酒 就是 然后酒量又不好 喝一杯就醉了 那酒量不好 它醉醉醋梦子 每天都觉得我 就是一瓶可以醉十天 你知道吗 对啊 我觉得我在慢性自杀 然后就是还写了遗书 想说就是 干脆就是跳下去好了 对 然后 自杀不然你跑钱喔 我那时候没想那么多 就是想要逃避 对 想要逃避我的所有的一切 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 然后好家在那个时候 我就遇到了我老公 对 他那个时候就是 伸出了一个元首 就是虽然说一开始他没 他就是陪伴我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很需要别人的陪伴 你在山上我又没有什么朋友 以前就是在忙碌的时候 然后又住山群 没有朋友会愿意就是 跟我结交突然来山上 我有听美鳳姐说 你离除怕的时候 他们开出去想说 这里到底是哪里 怎么越来越深山 美鳳姐有说 对 就是很深山 所以你给他地址 他也找不到的那一种 总之就是那个 就是我有老公的出现 然后就是他的帮忙 我终于顺利房子卖掉 对 但是那卖掉 我也没有赚钱 因为我其实就是 想要把它脱手 然后我就是买多少 卖多少 然后把钱都还一还 但是我还完之后 我发现就是 我当时的存款 跟我当时的状况 跟十年前一样 所以我就不知道 我为什么这十年 我到底在忙什么 就是那时候 我已经三十五岁了 对 然后我就崩溃大哭 因为我就觉得 天哪 我这十年的付出 我这十年的打拼 我这十年的梦想 全部都没了 然后我就从零开始 从三十五岁 对 从新开始 对 然后我老公都说 没关系嘛 钱再赚就有了 但是你会觉得 这一切怎么会这样 我这么辛苦 接受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 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 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秘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